大家好,我是新HSK韩国努力根捏记六集书写部分 南美书汉语研究所的讲师马琳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将跟大家一起学习书写 好,那么下面呢,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那么呢,我们来一部分一部分的分析一下第一段 好,在看视频的同学呢,老师在读原文的时候 请跟老师一起来读 一大早,我跳上一辆出租车,要去深圳郊区一企业做内训 好,我们看这里,我要去深圳郊区一企业做内训 有的同学说了,做内训是什么意思呀 做内训就是办事的意思 那么我们呢,把这一部分内容简单的来缩写一下 一大早,我跳上一辆出租车,要去一家企业办事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因正好是上下班高峰时间 没多久,车子就卡在车阵中 此时前座的司机先生开始不耐烦的叹了一口气 好,我们看这里,没多久,车子就卡在车阵中 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其实呀,说的就是一个堵车的情况 那么呢,前座的司机态度怎么样啊 开始不耐烦了 那么我们呢,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啊,来缩写一下 没多久就堵车了 司机显得很不耐烦 我随口和他聊了起来 最近生意好吗? 好,我们看这里 那么我随口和他聊了起来的这个随口啊 我随便的和他聊了起来 我问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最近生意好吗? 那么这里啊,有一个直接引用的部分 那么我们呢,在书写的时候呀 需要把它进行一个转述 那么我们看一下要怎么转述呢? 我随口问他 最近生意好不好? 我们看,在转述的时候呀 把冒号、引号、问号、后引号 换成了什么呀? 换成了逗号和句号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司机说 好什么好,哪儿都不景气 你想我们出租车生意会好吗? 每天开十几个小时的车 这么累,也赚不到什么钱 真是受不了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 真是受不了 这个表现了司机的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啊? 表现了司机的一个抱怨的情绪 那么呢,我们一样啊 把这个直接引用呢 来进行一下转述 司机抱怨说 生意不好 开车时间长 很累 赚钱也不多 很受不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段中比较重点的内容跟单词 首先我们来看 因正好是上下班高峰时间 这个因后面经常接什么呀 经常接原因很好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的内容 显然这不是个好话题 我想换个话题好了 好,那么通过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呀 我想换个话题 那么我们呢 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来缩写一下 我想换个话题 好,继续 于是我说 不过还好 你的车很大很宽敞 即便是塞车 也让人觉得很舒服 好,那么这里呢 也出现了一个什么 直接引用 那么我们在缩写的时候呀 要求同学们尽量的用什么方式来写 转述的方式来写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来转述一下 于是我说 他的车子很宽敞 让人觉得舒服 好,我们来看 直接引用的时候 我说的是什么 不过你的车子很大很宽敞 那么这个你是第几人称 你是第二人称 那么我们看在转述的时候呀 于是我说 他的车子很宽敞 这个第二人称 换成了第几人称 换成了第三人称 那么希望呀 同学们在转述的时候呀 需要 要注意一下 这个人称的变化 好,他打断了我的话 声音激动了起来 舒服个鬼 不信你来每天坐12个小时看看 看你还会不会觉得舒服 好,我们看这里又有一个 舒服个鬼 在下面舒服个鬼 那么这个舒服个鬼呀 这样的语气表现了司机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也表现了司机抱怨的情绪 那么呢,我们把这一部分呢 也是来转述一下 他打断了我的话 激动的说 开车不舒服 接着,他的话匣子开了 抱怨政府无能 车架还要下调 社会不公平 所以人民无望 我只能安静的听 一点插嘴的机会也没有 好,我们看这里 接着,他的话匣子开了 话匣子开了 什么意思呀 他呀,开始不停的抱怨 我们看他抱怨什么呀 抱怨政府,抱怨车架,抱怨社会 而且呀,说人民无望 那么我怎么样啊 我只能安静的听 一点插嘴的机会也没有 那么这个一点插嘴的机会也没有啊 我们在缩写的时候可以缩写成什么 我无话可说 好,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来缩写一下 接着,他又不停的 抱怨政府,车架,社会,人民无望等等 我无话可说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中比较重点的部分跟单词 于是我说这个于是表示什么呀 表示故事在时间顺序上的继续 故事在时间顺序上的继续 好,我们继续来看 即便是塞车也让人觉得很舒服 这里的即便怎么怎么样,也怎么怎么样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关联词语 那么这个即便也 我们可以跟什么来进行替换 可以跟即使也来进行替换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的内容 第二天同一时间,我再一次跳上了出租车 去郊区同一家企业做训练 我们看第二天呢,我还是干嘛呀 我还要去办事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呢,来缩写一下 第二天,我再一次去企业办事 好,继续 然而这一次却有了迥然不同的经验 有的同学说了,这个迥然不同呀 老师呀,十分钟的时间让我阅读一千字左右的文章 我已经很吃不消了 那这样,再加上这样难的单词呀 让我记忆的话,我就更吃不消了 同学们,那么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 在缩写的时候呀,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好,文中出现了很难的单词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单词来进行替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缩写的部分 但这一次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经历 这个迥然不同呀,我们替换成什么了 完全不同,很好 继续 一上车,一张笑容可居的脸庞转了过来 伴随的是轻快愉悦的声音 你好,请问要去哪里? 真是难得的亲切 我心中有些 我心中有些讶异 随即告诉了他目的地 他笑了笑 好,没问题 我们看,这一部分呢 在我们的整篇文章中呢 不是非常重要的情节 因此我们在缩写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省略掉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而没走两步 车子又在车阵中动弹不得了 又怎么样 又堵车了 前座的司机先上手握方向盘 开始轻松的吹起口哨 哼起歌来 显然 哼起歌来 显然今天心情不错 我们看,虽然呢 也是遇到了堵车的情况 但是呀 这位司机怎么样 他的态度啊 很轻松 怎么样 吹起口哨 哼起歌 心情不错 好,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呢 来缩写一下 这次虽然也堵车了 但是这位司机显得很轻松 显然心情不错 好,我们继续 于是我问 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吗 好,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呢 来转述一下 于是我问他 为什么心情这么好 注意 第二人称的你 要换成什么 第三人称的他 我们在转述的时候 要注意人称的变换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中 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单词 首先我们看 然而这一次 却有了迥然不同的经验 这个却表示什么 表示内容的转折 好,我们继续来看 然而没走两步 这个然而也表示什么 也表示内容的转折 很好 好,那么我们呢 来看一下第三段中一些 比较重点的词语 可以突出我们这个主人公性格的词语 首先一张笑容可居的脸庞转了过来 伴随的是轻快愉悦的声音 他笑了笑 开始轻松的吹起口哨 哼起歌来 等等 这些对于人物的一个态度啊 一个表情的描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呀 笑容可居 轻快愉悦 笑了笑 轻松 那么通过这四个词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呀 这一位司机的态度非常的亲切 而且啊 他的心情非常的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段的内容 他笑的露出了牙齿 我每天都是这样啊 每天心情都很好 我们看这里也需要干嘛 也需要转述 他笑着说 每天心情都很好 好 我们继续 为什么呢 我问 大家不都说景气差 工作时间长 收入都不理想吗 好 那么这里呢 还是需要干嘛 需要进行转述 我说 现在生意不好 为什么他还能够保持开心 好 这里的景气差是什么意思呀 生意不好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 司机先生说 没错 我也有家 有小孩要养 所以开车时间 也随着拉长为12个小时 不过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 我有个小秘密 他停顿了一下 说出来 先生 你别笑话我 好吗 好 我们看 这一部分呢 在我们的文章中呢 不是特别重要的情节 因此呀 我们在缩写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省略掉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段中比较重点的部分跟单词 首先我们看 大家不都说景气差 那么我们看前面呀 出现了一个表示浮述的大家 那么前面表示浮述的词出现的时候 后面应该接什么 都 后面应该接都很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所以开车的时间也随着拉长为12个小时 不过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 这个不过呀 表示什么 表示内容上的转折 很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段的内容 他说 我总是换个角度来想问题 比如我认为出来开车 其实是客人付钱请我出来玩 像今天一早 我就碰到像你花钱请我跟你到关外玩 这多好呀 等到了关外 你去办你的事 我就正好可以顺道 赏赏关外的风景 抽根烟再走了 好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哪一点 我总是换个角度来想问题 我们看换个角度来想问题是什么呀 是两个司机最大的区别之处 那么正因为呀 两个司机呀 有这一方面的差别 因此呀 两个司机的态度 两个司机的人生观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呢 把这一部分的内容来转述一下 他说因为他总是换个角度想问题 他认为出来开车 其实就是客人付钱请他出来玩 比如今天遇到我去关外 他也可以顺便去关外 欣赏风景 好我们注意 在转述的时候要用第几人称 第三人称 他很好 他继续说 像前几天我载一对情侣去东湖水库看夕阳 他们下车后 我也下来喝碗汤 在他们旁边看看夕阳才走 反正来都来了嘛 更何况还有人付钱呢 好我们看 这一部分内容啊 在我们的文章中呢 不是最主要的情节 因此我们在缩写的时候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省略掉很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段中 比较重点的部分和单词 比如我认为出来开车 这个认为呀 我们可以用什么词来替换 我觉得出来开车 很好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段的内容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 一大早就有这份荣幸 跟前坐的EQ高手同车出游 真是棒极了 好我们看这里 我有了一个怎么样的评价 对这位司机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来缩写一下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好 我们继续 又能坐车 心情又开心 这样的服务有多难得 我决定跟这位司机先生要电话 以便以后有机会再联系他 好我们看这里 那么呀 因为得到了这种服务 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还希望跟这个司机先生能够继续保持联系 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内容来缩写一下 这种让我开心的服务 这种让我开心的服务很难得 我决定跟这位司机要电话 想和他保持联系 接过他的名片的同时 他的手机铃声正好响起 有位老客人要去机场 原来喜欢他的不止我一位 好我们看 接过他的名片的时候怎么样啊 他的电话响起来了 一位老客人给他打来电话要去机场 那么原来喜欢他的人不止我一位 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内容来缩写一下 接过他的名片时 正好一位老顾客打电话找他 原来喜欢他的人不止我一位 很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内容 相信这位EQ高手的工作态度 不但替他赢到了心情 也必定带尽许多买卖 好我们看 从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信息啊 他这样的态度不但怎么样啊 可以赢得别人的心情 可以让别人开心 而且怎么样 而且呀 可以带来更多的买卖 而且可以带来更多的生意 好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来缩写一下 相信他的态度 不但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也会给他带来更多生意 好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段中 比较重点的部分跟单词 又能坐车 心情又开心 这个又又是什么意思呀 表示两个状况的并列 两个状况两个状态的并列 好我们再往下看 不但替他赢到了心情 也必定带进许多买卖这个 不但怎么怎么样 也怎么怎么样 表示并列的关联词语 我们同学们应该很熟悉了 不但怎么怎么样 也怎么怎么样 好那么呢 我们从整体上来把握一下这篇文章 首先呢 我们来看文章的类型 文章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是一篇继续文 很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文章的人物有谁呀 有我还有谁 还有两位司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地点在哪里呀 在出租车上 好时间呢 我们可以笼统的说是早上 好那么我们看 这一篇文章啊 一共啊主要的发生了两个事情 哪两个事情呢 第一个事情也就是事件一 第一天我遇到了一位不亲切 充满抱怨的司机 我变得无话可说 好那么这个呢 是第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再来整理一下第二个事件 第二天我遇到了一位亲切的司机 他总是换个角度想问题 和这样的司机同车出游 我的心情很好 我想继续和他保持联系 而且喜欢他的人不止我一位 那么这个呢 是第二个事件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全文不能丢掉的情节 也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些情节 第一天我要去办事 坐了一辆粗租车 那么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 堵车了 司机在聊天时充满抱怨 我换了个话题 但司机还是怎么样 还是继续抱怨 我变得无话可说 第二天我还要去办事 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经历 司机态度亲切 那么同样也是碰到了 堵车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在聊天时 司机说 自己经常换角度想问题 所以正因为这个司机经常换角度想问题 所以怎么样 他每天都很开心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我觉得遇到这样的司机很幸运 还想和他保持联系 那么和他要电话时 我发现喜欢他的人不止我一位 他的态度不但会受到欢迎 而且会带来许多的生意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篇文章中 最主要的不能丢掉的一些情节 也要求同学们呀 在缩写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这些 最主要的不能丢掉的情节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 首先老师给大家拟定了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换角度想问题 我们看两位司机呀 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哪里呀 在于两位司机中的一位司机经常换角度想问题 所以呀 他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 而另一位司机呀 他不能够换角度想问题 因此呀 他每天都怎么样 充满了抱怨 所以呢 根据这两个司机的观点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题目拟定为换角度想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目 两位不同的司机这个显而易见了 我们在整篇文章中啊 谈的是什么呀 主要谈的呀 就是这两位司机是怎样的不同 因此呀 我们可以把第二个题目拟定为两位不同的司机 好 第三个题目 EQ高手 EQ高手什么意思呀 我们呀 最后 我在最后在文章中呀 我对这位司机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呀 我觉得很幸运 一大早就能跟这样的EQ高手同车出游 那么呢 根据我对这个司机的评价 我们可以把第三个题目拟定为EQ高手 怎么样同学们 第一次接触到缩写 大家觉得很难吧 不要着急 我们再接再厉 慢慢来 我们不怕慢 只怕站 和老师一起加油吧 好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